近年来,生不生二孩,逐渐成为当代年轻人和老一辈茶余饭后谈论的问题之一 您生二孩了吗?您对二孩持何种态度? 下面就请跟随小新的镜头,听听大家怎么说 也没有生二胎的打算 现在目前只想生一个吧,因为孩子还小嘛 刚刚才一岁多一点,所以暂时没有生二胎的想法 我现在有一个孩子已经六岁了,我二胎已经在腹中了 就生一个,只生一个好 从我夫人还有我的第一个孩子都是比较支持这件事情 然后是从长辈也比较支持 你生孩子和养孩子这两件事情 其实要是全其轻重的话 生要是你认定了这件事,那肯定生是更重要的 就我觉得妈妈快乐,孩子才会快乐 就更多的时候会想趁着年轻先发展自己 所以就过几年可能经济条件更好一些的时候 自己精力也更够的时候 那就可以再生一个也可以的 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它不是一个存金钱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后续还有精神上的,教育上的,这些需要一二十年的这种持续的更进 这种压力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现在来看也没有生二太的那种想法 现在人觉得自己过好就行 不需要下一代 而且他们认为有钱就行,有养老金,以后去养老院就行 所以这个观念在改变 现在毕竟这种交通压力很大,这种上班的距离很远 是吧,回到家六七点,吃完饭,八九点了 就是这种,然后你再去扶着孩子 因为你生了一个小孩,你必须对他负责 是吧,也把他抚养好,教育好 这方面的压力还是很大 一个孩子能定得住,那两个孩子就散养了 那工作肯定就是休息了之后,那肯定会别人代替 回来之后就不是自己的岗位了 我非常支持二胎,但是也不要生太多 生两个就可以了 支持他生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孩子可好了 但是累是累,还是可开心的 他也不想要 我是跟他说,我说你那个什么 再要一个二胎 将来以后我们指着点 是不是,我们要住个院什么的 你这孩子有个人啊 他说不要,我也没办法 我想要的要俩 俩呢,他们那个福大能清一些到老了 我们现在跟前没有孩子,还在国外 我们俩只不领他来看病了 另外一天你说,那我就得请假不上班 那没有办法 未来我希望他是两个 因为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 这独生子女的压力比较大 老,就是说父母老了以后 你像如果我父母现在都奔久了 是吧,下面现在还没有呢 就有的话421,那我的压力不就很大吗 让爸爸也休产假 太重要了 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我爱人在国外工作 所以我从生孩子一直到孩子一岁 他都还没有见过 所以这一点的辛苦我太能理解 就是也是非常希望爸爸能参与这个过程 这样对妈妈也是一种安慰吧 我觉得最大的是教育成本的下调 还有就是税收可能现在也有人提嘛 就是对二胎的可能这个征税点再提一提 各方面在对二胎家庭照顾一下 可能有些人会响应国家号的这个放开二胎的政策 整体来说教育医疗住房 应该是需要后续持续改进和跟踪的一些方面吧 不过罪 minds的心理 我们下调查一 flow